没有明确定性的事情,都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,所以说什么样的日子,都是我们非常在意的,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,创造不同的生活乐趣,都是相对于我们来说更加不错的。 那么在未来的一周中,有三大星座增进的一段恋情就是会回头,感情是会得到修复的,帮会组织奥奥他们成功的收获到意外的一些惊喜,好的事情就会给到我们一种不同的感受,重新在一起的彼此,就是会更加的珍惜彼此。 巨蟹座,恋爱中的巨蟹座是非常主定一般的,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明白是非的人,什么事情是他们的底线,也都是不能够碰的,一旦是触碰的话,他们绝对不会将就,但是在未来的一周中,昔日的一段恋情就都是会得到修复,两个人还是认为彼此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,所以说还是会回头,感情得到了修复。 巨蟹座,一直是实践派的巨蟹座,在未来的一周中,就是会和前一段的恋爱达到一种不一样的时候,许多的生活才是会变得是更加的不错,昔日的恋情就是会得到修复的时候,彼此之间的幸福生活也都是会在重新开始的时候,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,帮助到我们的成长,水瓶座,差得可爱的水瓶座。 在未来的一周中,就是会遇到恋爱得到修复的时候,之前一段自己放不下的恋爱就都是会得到修复,彼此之间的幸福生活就都是会更加的幸福,两个人会更加的珍惜现在的一种感觉,会站在另一半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,不会像当初一样片面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